三峡工程 世界上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 从建成时就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 发电 航运等效益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发生超大洪水 三峡大坝有可能被通垮吗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三峡大坝的建造 三峡大坝是一座混凝土超重力大坝 修建时一共使用了28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这个用材量是正常大坝的三倍之多 相当于把直径一米的混凝土实行管道绕地球一圈 这样一来 三峡大坝的每一个坝块 都能够依靠自身的巨大重力来保持稳定 坝体的强度也有了保证 不过使用混凝土作为坝体材料 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 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混凝土的材料是水泥 水 骨粉等材料 水泥遇到水的时候会向外散发热量 这样会导致生产出的混凝土外部温度已经冷却 但内部温度依然很高 这个问题不解决 大坝的外部会出现裂缝 以前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是将大坝分割成若干个小块 等每一块的内部温度降下来 干掉之后再用混凝土将它们组装起来 三峡大坝则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而是事先冷却了骨料 建材和砂石等材料 然后将水泥放入搅拌 在搅拌的过程中放入了大量冰块降温 这样一来能极大限度降低水泥搅拌时产生的热量 修建过程中 工程师们还使用了喷雾车来给工地降温 这样一来又能减少太阳光线带来的温度升高问题 有了这些措施 三峡大坝的内外温度基本保持了一致 强度也有了保证 遭遇到洪水的冲击之后也不会散架 强度有了保证 洪水就冲不垮大坝了吗 其实不然 如果遭遇特大洪水 洪水一旦漫过坝顶之后 就有可能冲毁大坝 因为大坝的高度问题 洪水一旦漫过 坝顶的水流从高处向下流去时 会携带非常多的势能 这样的水流会冲毁大坝前面的地基 一旦失去地基 大坝就会向前倾倒 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倒塌的现象 1889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南福克大坝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洪水冲垮 当时水库内的水 在45分钟内就排出了2000万吨 瞬间淹没了下游的小镇 导致当地2209人遇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三峡大坝在建坝时 采用了斜坡设计和防洪挡板 这样一来 就算洪水漫过大坝 水也会顺着斜坡流下 在遇到挡板时 会形成翻滚的漩涡 从而消耗水的势能 大坝的基底 受到的冲击就会变得很小 被冲毁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除此以外 三峡大坝的坝体中 还布置了许多泄流孔洞 当洪水的水位超高时 这些孔洞可以发挥泄流的作用 减轻大坝的压力 孔洞还采用了 笔坎挑流的设计 可以增加水流 在空中的停滞时间 让其散成水花状 从而减轻对地基和下游的冲击 最关键的是 洪水想要冲垮三峡大坝 还要问问它上游的兄弟们 答不答应 目前整个河流不仅是三峡大坝 能拦续洪水 上游的金沙江 嘉陵江 乌江等水库 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它们可以和三峡水库 联合调度500多亿的洪水量 三峡大坝的设计标准 可防千年一遇到洪水 就算遇到万年一遇到洪水 也就是峰值流量超过 11万立方米每秒的时候 三峡大坝本身主体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一般的超大洪水 想要冲垮三峡大坝 是很困难的 不过有个问题是 下游区域可能承受不了 超大洪水的流量 毕竟三峡大坝再坚固 它也是有库容限制的 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万年一遇到洪水 发生的概率非常之小 而且我国在基建方面 是无敌的存在 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峡大坝抵御洪水的能力 会再一次提高 感谢收看本期X情报社 喜欢的朋友记得添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